在一起又不关你的事 再说你又不属于这个世界 总有一天你会消失的吧 之前 我再多给你做一下好吃的吧 姐姐 我以后可以叫你郁欣吗 火化 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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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上次吃完饭 我看你有点不太舒服的样子 没事吧 就是有点肠胃不舒服 有点拉肚子 没关系的 那我再请你吃点别的吧 算是弥补一下过失 可是姜总 我已经开始减肥了 这减肥不能全靠饿呀 还是得运动的 我这边呢 刚好有朋友送了我几张健身房的年卡 来 送你一张 真的吗 那太谢谢您了 没事 多哭 姐姐 干吗呢 没什么 跟你说多少遍了 姐姐头不许乱动 盼什么呢这么入神 你干什么去了 家里调料用完了 去买了一些回来 有花椒 胡椒 大料 料酒 买调料这么开心啊 买调料不开心 开心的是用这些调料 给姐姐做好吃的 大盘鸡 对 今天晚上我们吃大盘鸡 吃江窄 你姐姐我今天第一天减肥 饿了整整一个白天 你现在是要让我前功尽弃吗 姐姐 你貌美如花 杨柳西腰 魔鬼身材 哪里需要减肥啊 难道你是要让二次元的人 基于你的身材吗 所以该吃就吃 不要亏待自己 再者说了 做饭其实特别的美妙 主要是你能感受到 新鲜食材的浪漫 油温发热时的温暖 以及调味料散发的清香 最重要的是 自己亲手下厨 吃的时候那份满足感 要不要试一试 不要 我真是扶了你的脑回路了 好吧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我只感受到了做饭饭后的疲惫感 就是需要这种疲惫感 吃的时候才会更满足的 来 这么说来 好像这些年的确没有好好吃过饭了 不是泡面就是外卖的吗 这也太好吃了 好饱啊 太罪恶了 不怪你 怪我怪我 都怪我 谁让你做饭什么好吃 把姐姐都吃撑着了 姐姐 我收拾完之后 咱们一块去公园散散步吧 吃太饱就睡觉 对胃不太好 好饱啊 幸迟的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准在家里做任何的好吃的 我再减肥呢 如果你再开火的话 我就把你的人性力盘给你放窝里扎了 好了 从明天开始我给你做减肥餐 越吃越瘦的那种 最好是能让我越吃越瘦 否则我就搬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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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